对于大多数人而言,罗摩这个名字,相比和魔后婆罗多一样陌生吧? 不过,时候哈罗曼一出现,你一定会惊呼, 诶,这不就是那谁吗? 到底谁呢?看完这个视频就知道了。 据说这篇史诗的作者名为乙迭仙人, 他的名字来源很有趣呢, 说他呀,常年伏地不动,苦行修炼, 以至于全身都兑满了蚂蚁铸造的土窝,因而得名乙迭。 不过,这两万四千多宋的庞大驾驶, 我们还是宁可相信,他是民间大众长期的口头流传, 最后才被乙迭所整理。 罗摩是史诗主人公的名字, 言娜指利显,书名便指罗摩的利显, 讲述的是罗摩和他的爱惜希多悲欢离合的利显, 故事讲述阿玉陀的石蛇王没有儿子, 便向大神皮士奴求助, 皮士奴便下凡化身成了石蛇王的四个儿子, 罗摩、婆罗多、罗什曼娜和莎德云娜。 罗摩凭借自己的威武力量拉断了神功, 去到了美丽的公主希多。 哈哈,其实希多是皮士奴的妻子吉祥天女的化身, 这对神仙眷侣又成了人间夫妻。 石蛇王年迈, 玉璃长子罗摩为太子, 怎向次子婆罗多的母亲却从东作祟。 以石蛇王曾对自己口头许诺为由, 要求让婆罗多继承王位, 并将罗摩流放十四年。 罗摩呢, 为了不让父亲失去信用, 竟然真的选择了流放。 而他那协会的妻子和忠诚的弟弟罗什曼娜, 也坚决要一平结婉。 森林里的流亡生活原本平静安宁, 而是少罗摩王的到来却打破了一切尽力。 这个恶魔先是命令手下的小妖怪变成一只金鹿, 趁着罗摩和罗什曼娜去补露之时, 将希多给撸走了。 二人回来, 他星系统不见了, 踏遍了拯救森林, 混变了树木和林, 依然寻不回希多。 直到遇到金石鸟王, 才知道了希多的去向。 在鸟王的沉点下, 他们与猴王须皆迷活结成了一顿。 猴王派出最得意的部下, 神龙哈努曼去刺探情况。 哈努曼纵身一跃, 就到了大海对岸的冷截省, 使守罗沙王的都省。 哈努曼化身为可爱的小猫咪, 来到希多被囚禁的御花园, 交给他多么的信物, 告诉他即将获救的消息。 临走之际, 调皮的哈努曼为了一探罗沙王的本领, 大闹了一番冷截省, 被抓住后, 尾巴上被绑上了一染雾, 哈努曼居然趁机一把火将冷截省烧毁, 绝尘而去。 此后, 罗摩得到海神的帮助, 跨海造小, 率领猴子大军动来, 将冷截省团团包围, 一场激情动火的激战就此开始。 罗摩兄弟在战争中身受重战, 这是一大不必的哈努曼搬来北方的神圣, 才有鲜耀, 将二人的伤治好后, 又拖回了人处。 最终, 罗沙王及他的儿子将他们全部阵亡, 罗摩西多终于破解中央, 正好十四年的流放金也买到, 他们回到爱河城, 事实上, 正直的婆罗多也一直在等待柯可归来, 将王位交往给他。 罗摩也纳在印度的影响力绝不亚于摩河婆罗多, 至今仍有许多印度教徒拜罗摩为神。 罗摩和婆罗多中的奸证一样, 罗摩同样也是婆罗门教以正法的坚决拥护者。 为了守住父亲的信誉, 他可以情愿被流放, 但他说到, 人不能为所欲为, 他并不完全是自己的主人, 命运向他拖来拖去。 和内阁倡导被恶语所伤, 也不能够恶语相还的金战, 是何等到乡象? 不过, 相比大神转世, 主角光环闪耀的罗摩, 我们中国人更津津乐道的当属神侯哈努曼。 他的忠贞品性, 他随心所欲的变身功能, 他托动先生的神奇魔力, 以及他不经意间还会冒出来的那种调皮个性。 哦, 原来他就是咱们的齐天大圣孙悟空的原型所在呀, 受俺老孙一拜。 感兴趣的话, 可以去看看动画电影版罗摩典娜。 好了, 该和古印度告别。